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把它种好 然后种下以后 你出现了一些状况 怎么样去判断 因为很多新手把一种下 感觉是不是水浇多了 感觉是不是肥大了 什么问题 是阳光少了还是阳光多了 是太晒了还是 你毫无头绪 然后一天到晚放大镜 显微镜在那里看 那么我今天 新苗 新种容易出现的一些状况 一并给大家都看看 因为我们家现在也种了很多新的 案例都有 今天要种这两颗棒棒糖 像这样的盆都是塑料盆 然后包括这个方的 别看还挺漂亮的 它也是个塑料盆 所以对我来说 这种盆都是不满意的 肯定要换的 然后看上面的土 都是那种 其实它土的成分非常少 在美国 我觉得在整个北美都一样 它的堆肥比土便宜 为什么 养马的养牛的多 然后这种橙丝垃圾的 绿色垃圾多 它拿去以后 那些垃圾堆放 存放 然后欧城的堆肥 是免费的 几乎是免费的 不要钱的 但是当你去 如果是山上去挖一些副业土 挖一些真正的土的时候 那是要重罚的 是吧 所以它肥比土便宜 这种苗圃买来的东西 都是肥太重了 重不好的 包括 包括这些 我这些牙签苗买来的 品种的 都是好品种 以后陆续说 是吧 但是它在苗圃里面 就是已经存在 各种各样的问题 像这个 这个开花了 就死生半朵 是吧 这个就很明显的 那种 白粉病的橄榄 看 然后那种 有 这些都是白粉病 然后那个 有 蹭伤 应该是有蹭伤 在运输 各种途中 包括它那个 会死掉 有些牙头会死掉 看 这个 牙头就死掉了 是吧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一种下 哎呀 怎么办 是吧 完了 晴天霹雳 是吧 但是实际上 你只要按我的要求去种 是吧 完全不必担心的 像这种 像这个 长着长着 到后面 你看这个刀口 这里整一块 就是一个枯死状 是吧 这种都是 这些苗啊 就是在苗圃里 就是非常不健康 看这些花苞 长成什么样的 都畸形了 看这叶子 我天天用水虫 天天是用水虫 才维持到 现在这个状态 是吧 然后这种黑点 是吧 它又不是黑斑 这种是属于那种 白粉病 好了 结痂了的那种状态 是吧 但是它 它整一个 没有扩散 因为我会把它 远离起它健康的 然后再看看这种花 花它因为有些 是稻春寒的影响 像这种花 这种影响 实际上是稻春寒的影响 不是鸡马 早春一上来温度低 偶尔高温一下 就这样了 是吧 一直以来温度很低 在花苞期的时候 像这个花苞 很明显的 这个倒不是说 它用肥 过肥了的导致的 这种是属于 稻春寒的影响 有些就是 我上一期节目说的 会长鼻毛的那种现象 对吧 有些是会出现 这种焦头焦边的现象 然后这个就是出现了 这种长鼻毛的现象 这两棵都是苗圃刚买来的苗 后期温度稳定了 开出来的花是这样的 很周正的 然后像这一棵这样 是吧 我这种牙签苗买来新种 你如果买来 不会种的人 可能就一下子就绝望了 但是只要按我的方法中 你就有信心 然后千万千万 不要以为是浇水太多了 因为是这样的状态 你只要确保它流水 顺畅 是吧 你不要干着 表面干了就浇水 这个状态 其实就是在苗圃里 已经快死了 因为这些苗圃里的苗 我买回家以后 全部都那些土都是臭的 就一股臭味 那种动物粪便 和那种堆肥结合的那种 它们用纯的种 千万不能用纯的种 然后像这种火山岩 是我加进去的 然后现在看到 一颗颗颗有些沙质的那种 是我加了我们自己家的原土 就地里挖的土 那么这一颗也会好起来的 也会活起来的 那么像这种状态 有些人说要不要剪啊 要不要那个洗啊 不要去折腾它 就把它放在一个通风的位置 然后阳光暴晒的位置 像这种如果要特殊处理的话 那么就怎么样 就拎到一个稍微外面一点 别太里面了 通风好一点 也别太外面被踢到 稍微最外面一点 是吧 就像这两颗一样 那也别离它们太近 就这里吧 然后确保浇水就行了 肥先不用给 那这种土呢 就是买来 我说的就是 我情愿买裸根苗 干净 是吧 这苗圃里带着土来 都是这样的 就是美国的苗圃也是这样 华人苗圃也是这样 日本苗圃也是这样 这真的是 这种土真持不效忠 然后它到你家已经不健康了 它如果不到你家 它自己在苗圃里就死了 然后很多人说 那苗圃种死了怎么办 自己损失不是大吗 告诉大家 其实它们都是中间商 它死了 它就会向上面去退货的 所以它们是无所谓的 苗圃真的种不好 好我们开始操作吧 两个木盆 确保有底孔 然后很多人问我 帮帮堂怎么都是盆栽 我们家现在新种帮帮堂肯定都是盆栽 因为没地方种 因为这个地都是水泥地 然后我们家有地栽的帮帮堂 看里面这个 紫色骄傲就是个帮帮堂 包括那边那棵 马上开花了 呈现出来也给大家看 记得订阅点上小铃铛 然后那两棵奥地维亚开的最好的 最棒的时候 马上要出来了 这两棵不是半地栽 因为这块地是水泥地 我是水泥地上铺石头 再说几遍 其实说了无数遍 新观众比较多 或者说有些老观众也在问 那只能说你 小铃铛没点 是吧 很多节目都漏看了 这个土呢 看我下面挖出来给大家看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的土 然后我上面塞了一些 那个副业的堆肥 堆肥土 上一期节目我说过 我是哪里塞的 怎么塞的 然后再加上一些 其他盆栽上的那种商品土 这种其他盆栽 这个商品土倒还不算太肥 这个里面是泥碳和珍珠盐 很多人问我 珍珠盐能不能代替火山盐 是可以的 因为珍珠盐它本身也是一种火山盐 只是碍氧化 硅的成分比较大 实际上就是玻璃成分比较大 它就是一个发泡玻璃冷却 珍珠盐实际上 那么火山盐很多地方说买不到 煤渣也是可以的 煤球渣呢 就容易成粉末 直接的煤渣呢 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铺那种超长的那种煤渣 其实作用和火山盐是非常像的 而且它的那些金属元素是沉淀下来的 它不会通过燃烧 会发掉很多重金属 其实有些很多元素也是植物需要的 是吧 那么种菜不要用煤渣 因为我怕铅的层面也太大 天然火山盐会好一点 但种花其实用煤渣也无所谓 像这种火山盐呢 就是有些人问我 哎你怎么红的黑的 我一直在强调啊 你看了我上一集用红的 就问我黑的能不能用 看了我这一集用黑的 你又问我红的能不能用 是吧 你小铃铛挂上嘛 是吧 我不是两种都在用的吗 是吧 买到哪种用哪种 是吧 黑的贵一点 对 然后园艺区去买 不要去鱼缸区去买 鱼缸区周围进化鱼缸用的那种 特别贵 烧烤区那种 用烧烤用的也特别贵 这个我整包都弄进去了 然后木盆浓不容易腐烂这种问题呢 你说和塑料比嘛肯定是容易的 但是你用个五年以上 八年十年我觉得问题不大 就是耐久性我不考虑的 足够足够的 其实塑料都会晒 飞机也多 其实塑料都会晒裂嘛 而且晒老化一碰就脆了嘛 然后除非就是淘土盆嘛 但淘土盆还会冻伤嘛 冷的地方还会冻伤 所以我还建议冷的地方用这种木头 但是这种木头的那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是实际上你心理 你怕它烂了 实际上它很耐用的 然后呢就是北方用有个很大的好处 其实你还不会冻坏 是吧 你北方冰天雪地的地方用这种木头 你看它的保温性能又好一点 也不不至于会冻坏 碰到这种结杆 我都是不放进去的 尽量能减没减点出来 就很讨厌这种 没有腐烂的这种有机物太多 是吧 所以你的食物是构成伤害的 因为它在里面发酵 它是热量很大的 然后这个混合的比例呢 我现在是有手感了 我自己按大概的比例去混合 你一定要来一个精准的比例呢 去看我的那个原艺篇万能配图 那里面我有说新手怎么样去配 出不了什么大问题 这个我有手感 而且我眼睛会看哪些 哪个比例怎么样 然后有些人说地摘的要不要也这样 地摘的完全没有必要 为什么 你去看看我原艺篇粘土 你去搜索出来看 我把那一集也放到这一集的链接 就放在结尾 好吧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地摘的土 你改了这么一吨子 就挖下去 也改了这么一桶 是吧 你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 鱼缸效应 就是你这种土的透水性会更好 然后你们家再怎么样 就像我们南家这种沙土地 它的透水性还是不如这些的 因为我加了很多很多火山盐 是吧 然后这种 这种腹液土的透水性也很好 吸水性也很好 火山盐本身是吸水的 是吧 那么会造成一种 就是像一个鱼缸一样养着 然后你外围的透水性 不如它中间那一块你换的 反倒是闷在那里 雾在那里 是吧 你的整个透水性 它是不一样的 分层的 所以我非常不建议地摘的去换 地摘的你 你该种 该挖出来种 就直接种了 是吧 实在太低挖 太粘土的地方 抬高种 不要去做任何的改种 然后有一个东西是大家可能没有发现的 就是当一块地 只要不是那种 大型的农业 反复的在种 或者是只要不是那种草地 反复的在割 你那块地如果是荒在那里 你不要看它不毛之地 不要看它贫瘠 你但凡把它翻出来 你不管是种菜也好 种花也好 非常好 抛荒两到三年的地是非常好 这也就是一个 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 就是它土地多 它很多的农业用地 它会故意去抛荒 是吧 会故意让它去休息 是吧 轮换着在种 然后这样子 不用纯的那种商品堆肥土以后 其实我这里也有一点 都混合了 那么你就有个心里有个底了 就有个树了 不会有种下去 你看那种黑感出现 那种新芽头也有死掉的 实际上是它遗留的问题 不是新的问题 脱盆 像这个土呢 就说明什么 说明还行 是吧 它不行 它不会长成这样 它这个也是用堆肥土种的 那么我们看看 它上面的成分 没有腐烂的这些 其实它那种树皮的成分都还在 它掺了一点沙子的 看里面有点沙子 对吧 所以这个是那个 其实这个是阿姆斯区买的 还是有点懂的 就是它的那个供货商 还是有点懂的 这个呢 红蝶泡 红蝶泡 红蝶泡买的 阿姆斯区买的很肥很肥很臭 有些可能是供货商那里 这个属于连盆带土 就是上面供货商 直接自己种的 有些的是 裸根苗卖不掉 就是它自己的那个 就是经销商自己家的土 才卖的那种 哇 那个真的是肥的妖命 上次阿姆斯区买的就是那样 那个羊分都 哇 我现在家里还在凑着 我把它丢在那个 一边在晒嘛 就是这种表面这种 我弄出来的 是吧 像这种表面 我稍微弄一下 但是下面呢 看 下面这种白根 我绝对不去破坏了 所以我下面尽量抬高 因为以后它的根系是往下涨 上面它是不长根系的 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到 是吧 很明显 上面我剥了那么多土雕 它是不长根系的 所以这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盆栽的你都要种一个抬高 抬高是为了让它以后下面 土的利用力更高 盆的那个利用力更高 是吧 我把底下的那个芝加沙土 拌上来一下 这样子我一个盆 它的那个土的根系的利用率 就是在这个以下 下面它全部可以长根 这个上面其实是 就是一个稳固的作用 没什么利用的 那这个盆的大小呢 其实我其实就是看个大概嘛 对吧 并没有说什么很精确的东西 我一直说我们原意 又不是照火箭 基本的道理懂了 像这种盆的大小嘛 也不用说你油标卡是拿来量的嘛 看个大概是吧 和上面植株的大小 当然你对它未来的大小 是要有一个预判的 这个都是威月 这个全部都是 法国梅杨公司的威月 你这样子进去以后的土呢 以后矿物质缺乏 我也不太用担心 然后肥不够感到 肥水浇俱就行了 这这盆子土啊 只要盆不坏 我是不会去换盆换土了 会一直用下去 我买了一个有拉手的 就是这点 挪动会方便一点 反正盆栽可以挪 还不像那个大棒棒糖是吧 太重了 虽然是盆栽也挪不动 还挺好看的 我现在就浇水 然后浇水的技巧 我这里再说一下 现在是阴天 哪怕是我们男家 我也不敢直接冲叶子 稍微那个抵抗力弱点了 这个时候一冲叶子 什么原因 气温低 阴天 白粉病 然后就是灰霉病 一定要注意 其实这个品种呢 是可以冲的 这个品种肯定是 抵抗力非常强的 从它的页面的油量 厚度 是吧 然后红色品种 普遍抵抗力强 但是反正 我把技巧告诉大家 尽量阴天 别去冲 冲叶子 一定要是大太阳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家的那个 浇水系统 我是通过手机控制的 不是预设的 我是每天根据 不同的天气情况 每天去预设 去定 临时去定我的浇水的 量和那个时间的 像现在太阳没出来 我整个系统 整个花园 都还没有浇水 像表面 你看我冲啊 根系有些冲出来了 没关系的 我所有的拎高重的这些 杜鹃也好 月子也好 冲点出来没关系的 就当盆景了 细根死掉 粗根往下扎 然后有些裸露出来的 粗根其实蛮有风骨的 蛮有特色的 完全不是问题 很多新手一上来 就哎呀 我种的是不是太 太浅了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种的是不是 浇水太多了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你 你所有的 点 太多 就你关注的点太多了 就是你 你都不知道 怎么样去排除 是吧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其实你关注的点都是错的 排除法就是 一不要太肥 二不要积水 是吧 就这两点 然后三就是 阳光 对月季来说 阳光够了没有 是吧 你不要一个北阳台 在那里种月季 是吧 同样的配图 同样的方法 你种绣球去 然后有些人说 哎呀 我这个你说不要积水 你看我这个积水了 这种积水都不叫积水 半个小时以内都不叫积水 我不相信它半个小时 留不下去了 确确实实有底孔的 是吧 那真的超过半小时 怎么办 拿个电钻来 下面钻几个洞 很简单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说完了 记得点上小铃铛 未来我的花 开的炸裂的效果 我们后面一集一集看下去 拜拜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